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 PTPTN的人说 无论竞选宣言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我管你什么东西 总之你借了钱你就要还钱 这个好像跟之前说的不一样 来看一下 教长是在造访了一所国小之后 就对媒体这么说的 教育部就促请外界包括反对党 就是不要再持续把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PTPTN 所拖欠的贷款 和西蒙政府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竞选宣言 混为一谈 那马智里就有说 这是因为每一名的借贷者都必须要还钱 他说包括在伊斯兰的交易里面 他们也必须要还债 他说反对党现在就是要政治化课题 不过对于欠债还钱 是涉及个人的品格还有道德问题 也就是说 你就算每个月只是还十块钱也行 但你就是要还 这个是马智里说的 但是我非常认同 建在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说 不要把跟十四届的全国大选竞选宣言混为一谈的话 这个我就非常不认同了 因为如果这个是作为你的竞选宣言 你就必须把它兑现出来 你不能够说 不然干嘛要说 对啊 干嘛要做这个宣言呢 而且一大堆做了很厚的宣言 再加上你看在这之前 做了很多的措施 就是为了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有兑现这个承诺 比如说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黑名单剔除了 甚至在七月的时候呢 甚至把这个机场的付还的 那个PTPN的柜台也撤除了 甚至呢 还说四千块 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到四千块呢 不用急着还 没关系 你慢慢来 等你的薪水涨到四千块才来还 你为什么说这些呢 你现在说这番话 让你觉得出尔反尔 其实刚刚关于景佳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西蒙的竞选宣言中 其实确实有提到 他说呢 这些毕业生 如果你的这一个月收入 是没有达到四千令吉的话 你是可以延迟 还这一个贷款的 那首相敦马呢 今天就有抨击 OK他抨击哦 这一些高等教育贷学金的贷款者 他说你们是不可靠的 因为呢 现在还没有呢 付的这一个贷款的总额呢 是高达三百六十亿令吉 那首相就有说呢 他觉得说 他对这种态度呢 是感到羞耻 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呢 是缺乏责任感的 他也特别提到 发现呢 马来西亚人并不是那么的 值得信赖 他说因为呢 为了教育 马来西亚人 那政府呢 就提供了奖学金 让他们去学习 以便能够呢 得到更好的收入 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可是呢 他们利用了这个奖学金 去申兆之后 回来之后 却不想要还钱 那首相说 这是不行的 有回来还好 我担心有些根本不要回来了 在国外发展了 对在国外发展了 然后我们看回来啊 其实这个PTP 在6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表示说 一共有42万9945名的贷款者呢 这个名字已经从 被禁止出国的黑名单中 移除了 你看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国 那出了国 要不要回来还钱 这已经是你没办法了 你真的拿它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漂白贷款者的名字呢 程序呢 已经在6月8号完成了 今天已经什么时候了 9月24号了 这三个月可以发生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在想啊 在之前所做的这些东西过后 你现在再来补 能够补得回去吗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记得呢 之前的时候 因为当前朝政府呢 把这一些 就是欠债者 就是列入这个黑名单 没有办法出国的时候 当时候呢 回收的这一些贷款的数额 确实是有提升的 那尤其是呢 大家的 也就是说这一些欠债者 他会有一个提醒 自我提醒 他会觉得说 我要出国 我必须要去还钱 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会提醒这些欠债者 要去还这笔贷款 但是现在 当所有的一切都 漂白了之后 也没有限定 或者是限制 这一些欠贷者还钱 那这笔钱 我们真的拿得回吗 而且再加上嘛 这里说 就算还十块钱 也可以真的有这样子 一个制度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 白紫黑字 列出来的 而不是信口开盒 说了过后 到时又在改变 那我们怎么 跟得上那个步伐呢 对 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呢 关于这个PTPTN的 欠债 欠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确实是需要一个完整 而且是很有力的 一个机制去实行 因为到了现在 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 交易部到底有什么 一些更好的措施 来希望这一些欠贷者 能够还钱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